沒錯,你看到這個就是日常 為了讓這種情況減少發生 於是我在我樓上發現了一個非常厲害的碗 今天要來跟你們好物分享 如果你們的孩子也在自主用餐的階段 這個碗我覺得很好用,可以推薦給你們喔 這次我購入的這家是LITLE B他們家的不鏽鋼學習碗 收到包裹的時候很意外,它的禮盒組真的包裝得很漂亮 它的碗很特別,上面有矽膠材質可以防露之外 它的碗體是使用316醫療級的不鏽鋼材質 除了耐熱之外,它還抗腐蝕、耐酸鹼 再加上它的特殊設計可以防手燙 讓寶寶在拿取碗的時候也可以非常的方便 我覺得這個碗最驚豔的地方就是它完全防露的設計 矽膠蓋子的密合度超高的 我裡面現在是裝滿水的狀況 你們聽到那個聲音 所以我覺得 好啦,實際來分享給你們我每天使用的情形 今天要做義大利麵給小朋友吃 用一個很簡單的方式去煮他們喜歡的口味 我們家小朋友是蠻喜歡吃麵條的啦 像這種剛煮好的麵條 拿在手上一定是很燙的 但這個碗超厲害,完全沒有燙的手感 主要是它採用中空雙層的設計可以防手燙之外 碗圓凹槽的設計也可以讓寶寶很容易挖取食物 不會讓食物倒出來喔 像是平常喝湯很怕小朋友會倒出來 這一款碗就真的超好用 它的底部有繁華專利的吸盤 優點跟好處就是不容易打翻或者是移動 像是我這次買的另外一個大碗 我就給大寶使用 可以在裡面裝很多的菜色 像這種大空氣的碗很適合裝吐司 或者是一些比較多量的零食 都可以拿來做使用 即使是小朋友自己拿著碗到他的位置上 也不用怕食物會灑出來,真的超方便的 我這次買了這個大蝦子還蠻好吃的 我們家妹妹很喜歡吃蝦子 那裡面還可以放各式各樣的東西 像是餅乾水果都沒有問題 當然買碗最重要的是就是它的材質裡面有沒有符合標準 它的矽膠是符合FDA的標準 安全無毒也不含雙分A 雖然是不鏽鋼碗 但它真的很輕 小朋友自己拿取也很容易 尤其是它這個底部吸盤真的很厲害 像是我們用餐椅在給小朋友在用餐的時候 我通常都會把這個矽膠放在餐椅上面 一方面是可以防止打翻 第二方面就是可以讓小朋友在用餐時可以更加的認真 總之我的經驗就是 如果你想要讓寶寶好好的自己吃飯 首先你要挑一個可以很適合他們使用的碗 再來是要讓他們有一個自己使用的空間 像是他們如果用手抓的話 我通常也不會去阻止他們 讓他們用餐愉快經驗是一個非常好的過程 如果打翻餐具是你們家很常發生的情形 這一款餐具我真的很推薦你們可以入手 不僅可以培養小朋友在用餐的過程中有一種成就感之外 還可以培養他們幫忙的能力 讓他們在用餐的過程能夠有滿滿的滿足感 對於吃飯這件事就會自然的愛上囉 我實際也讓我們家寶寶測試了一下這一款碗 真的是吸得很緊 尤其在光滑面上的表現力度真的很棒 另外再加上不鏽鋼的關係 所以它在清洗的時候也相當好清洗 之前我曾經買過全矽膠的 我跟你們說真的是油到不行 清洗了老半天還是覺得好油 最後把這一個我實測了三個月下來很好用的碗 分享給你們 我是一個育兒路上踩過不少坑的踩雷媽媽 想看更多的好物分享嗎? 留言區可以告訴我你們的想法 我是老蔡 關注我會幫你上更多好用的育兒好菜 記得點讚關注喔